曾经美到发亮的TVB花旦张可怡,如今变得又老又残!最近出席场合,这个造型是严重得罪造型师啊! 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多美魔女啊,看看刘嘉玲,演艺圈最出名的美魔女,在公众场合总是看起来光鲜亮丽! 私底下吗? 就是这样的,今年已经53岁的刘嘉玲,就连男神梁朝伟都老卡,你再怎么天生通言,都抵不住岁月和身心的衰老,其实这样看刘嘉玲倒是自然很多,素颜下的女人才是真实的! 而现年49岁的一代TVB花旦张可怡,同样是这样,在TVB有九五至尊,难兄难弟,金之欲念的张可怡,2012年离开了TVB以后以自由身在香港电视圈圈继续创党,作为一代花旦,很多观众都希望她可以早日回来。 TVB拍剧啦! 记得在今年1月份时候,张可怡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自拍照,可以看到自拍中的她,脸淡粉粉的,还就像一个纯真女孩子似的。 原来,女孩子只有找对了角度才会好看,这是真理。 最近在香港,张可怡离开TVB以后在港市主演的《来生不做香港人》重播,剧中的她倒也不说很年轻,但起码成熟感的女人气质十足,没有那么多坑坑哇哇的东西。 哎,岁月不饶人啊! 有记得她还在TVB的时候,一度被力胖成花旦时,可是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经典港剧角色,那时候的张可怡,真的是超级年轻,出道时可是之嫩得很。 2000年后,张可怡在TVB成长了很多,其后的每一部TVB港剧代表作都是非常成熟稳重的女人造型。 如果有机会,一起回到那个港剧一度辉煌的年代,看萱萱、张可怡、蔡少芬那时候的盛世美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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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